德国不需要美国大使做指示,在回应美国试图威胁德国,禁止华为参与5G建设一事时,德国联邦议会常务负责人金敏蒙,CDU领袖之一布鲁默MICHNELGROSSFBROMA,如是说。 上周,德国经济部长阿尔特曼尔·帕特洛特曼尔刚表态称,不禁华为,随后就收到美国驻德国大使格雷内尔Richard Grano的警告信,放弃华为,否则美方将削弱两国间的情报共享,针对上述讯息。 德国总理默克尔,ANDELAMERKEL12日表示,德国政府非常重视数字网络的安全,包括5G移动基础设施,但柏林方面将保留自己的意见。 我们正在为自己制定标准。默克尔12日在德国总理府的一场新闻,释出会上图自视觉中国。 路透社12日报道称,默克尔的保守派,对华盛顿的威胁感到愤怒。 格雷内尔在上述警告信中称,如果德国允许华为或其他中国供应商,参与该国的5G网络建设,美国就无法将情报和其他资讯,共享保持在目前的水平。 他还认为,安全的通讯系统,对国防和情报合作,至关重要,包括在北约内部,华为和中兴等公司,可能会危及这些交流的机密性。 华尔街日报11日报道称,这是美国首次明确警告盟友,如果拒绝排除华为,可能会对这些国家与华盛顿的安全合作造成影响。 格雷内尔资料图图自视觉中国。 需要提及的是,德国政府近期明确表示,没有证据表明,华为曾经或可能通过其中日监视使用者,如果华为满足基本的安全标准,就应该被允许竞标,即将在德国推出的5G网络,对于美方利用削弱安全合作进行威逼。 布鲁默直言,德国有能力解决自己的安全问题。 德国联邦议会保守派外交政策发言人哈特·余吉尼哈特,对德国明镜周开表示,5G牌照与德美军情报共享没有任何关系,上任不到一年多次指手画脚。 值得注意的是,格雷内尔已经不是第一次在德国搞事情了。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12日指出,这位大使上任不到一年,已多次对德国汽车行业,对仍然统伊朗合法,开展经贸合作的德国企业,对参与北西爱爱好专案的德国企业,公开发出制裁威胁。 在德国社会引起不小的关注,对于格雷内尔,本次对德国5G网络建设指手画脚。 陆康表示,美方一些人,不能指望任何其他国家都愿意牺牲自己的正当发展权益,去迎合美国的一己私利,或政治算计。 他还提到,德国军纪部发言人,已就此做出明确回应。 他表示,美方列举的关切并不新鲜。 德国政府并未看到任何证据证明任何供应商的活动,可能危及德国及盟友的安全。 事实上,一段时间以来,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各国人士,对中国科技企业,参与5G建设表明了公正的态度。 美方不应对此感到不安。 而应承认,各国都需要维护自己的正当利益。 绝大多数国家,也都是能独立自主做出政策选择的。 陆康总结道,图字外交部网站。